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们继续来关注 最新的俄乌战士的消息 莫非战局要被逆产了吗 今天的很多最新消息的新闻 怎么都是跟乌克兰有利相关的 这真是蛮 让人家听起来蛮不一样的一个消息 这样的风向 比方说最新包括了昨天开始传的 有俄国的寡头爆料普钦 其实他已经血癌 而且末期很严重 忽不了多久了 只有被偷录音的这11分钟 私密的档案外流 说当时他被确诊之后 就因此立刻发动了战争 难道真的是因为这样吗 乌克兰的军情首长甚至公开的讲 普钦根本就已经离癌 病情很严重 他这么严重都快挂了 所以乌克兰年底就有机会要战胜俄国了 是这样吗 这么厉害 那么哲伦斯基还说 乌东顿巴斯现在是最重中之重 完全是被俄军所控制的地区 他登上说现在情势仍然很困难 但是在乌军已经收复了 1000处以上的据点 除了顿巴斯仍然艰困之外 是这么的有新的进展 跟逆转战局的能力吗 所以这是一个战争新阶段媒体的报道 说乌克兰征召了百万大军 准备要反攻了 要彻底的击溃俄罗斯 听起来真的好像很厉害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甚至 列兹尼科夫甚至说 基辅将动员100万人入伍去打俄军 超过1500名的乌克兰士兵 已经在训练使用军援武器 是为了年底的战胜做准备吗 不过卢干斯克的驻俄罗斯大使就说了 其实拜登是打算继续提供这400亿美元 现在还在参议院争议当中 还有G7的国家宣布要提供300亿欧元 乌克兰拿的是什么 100万条的人命继续在拼这场战局 是真的是为了别国家的选举 还是真的为了国家的胜利 跟人命的安全呢 那么当然美国的前总统川普 在这次俄乌的所有的舆论里面 并没有缺席 他不但会跳出来攻击拜登 他是说为什么美国 要跟乌克兰援助400多亿元 那欧洲呢 欧洲只提供一点点 他说的一点点是多少 而且欧洲显然受俄罗斯入侵影响 比美国大 那如果通过了这个400亿 最新的追加的预算案的话 就会成为援助乌克兰将近600亿美金 那这样不行 影响我们国内 五角大厦说美国可能不得不 如果万一这个法案真的 因为有议员党 过不了在参议院的话 就不得不暂停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吗 所以国防部发言人Kobe 他也特别等于是再讲一次 如果这是等于是恐吓了 就是叫这个国会一定要过 要不然的话会影响乌克兰不间断提供军员的能力 会出问题 所以这位议员 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罗德保罗说 我们不能够通过毁灭美国的经济 来救乌克兰 救好了乌克兰我们的朋友 可是其实美国的经济可能就要被毁灭了吗 那拜登的原污大旗 国内经济有五项被说是五杀 做哪些事情有什么最惨烈的状况 包括了国债超过30万亿美元 居高不下 通膨更是很可怕 40年来的新高 4月的CPI消费指数达到了8.3百分比 国际兴起去美元化 就是美元的霸主 现在慢慢在悄悄的移动当中 有些其他的货币正在替代他 而疫情死亡人数在国内 在美国虽然现在已经虚缓了 但总共也死了100万人 而最可怕的是这个种族仇恨 这个种族仇恨跟所谓弱势族群 跟这个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暴力事件 却不断的层出甚至越来越高 根据一些数字统计 美国疫情之后发生的枪支凶杀案 增加了35%之高 其中还有自杀率也在攀高 那么CDC是美国的CDC 曝光一个新的族群 说会高于白人群体21倍 这是哪个族群 就是非裔的族群 因为在这个种族差异里头 包括比较弱势 经济弱势的黑人 原住民等等这些族群 就容易在这个凶杀案里头 枪支的杀凶杀案里头 成为受害者或者是自残者 甚至疫情加深了反亚裔的情绪 疫情一开始不就是说 都是你们亚洲人造成我们染疫吗 反亚裔的情绪犯罪率 甚至比前年增加了4.4倍 其中有其以纽约为最多 其实亚裔的面孔 现在美国可能很容易 会有这种仇恨的情绪 在美国这个问题 恐怕是最严重的 今天有最新的是水牛城 在这个超市 前面有凶杀案 他相受才18岁 举着枪 这个白人的年轻人 去杀了这个路过的 不认识的人 那么布箱上还涂了脏话 像这样的事件 在美国现在并已经不是个案了 而是有越来越多 像这样的仇恨的情绪 在蔓延当中 企业家马斯克 他说人民选拜登 他不要想太多 他以为他是要救世主 没有了 别闹了 他只是想要少点 drama闹剧 并不是要改变美国 那么甚至 他曾经在他的推特 发文说 嘲讽拜登说 是一个傀儡 或者说一个 失辱路的袜子 用这种形容词在形容他 甚至嘲讽 所谓老人政治 那么北大的一个经济学院的教授 林毅夫院长 他说 大陆GDP平均 占美国的50% 人口实际上是美国的四倍 所以这种一天 不是跟美国经济总量成为两倍 这个时候一定会到 到时候美国就不得不做 跟中国来交易 还有妥协 所以双边是要合作妥协的 而不应该 现在是用这样的状况 来面对双方的经济的竞争 而拜登签署成案之后 美国挺台 重获WHA的观察员身份 这件事情的影响又是什么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机会 让我们回到WHA去 但是拜登的这个案子 签署之后 下周也要到亚洲来了 亚洲行里面 当然目前是没有台湾的 不过有9名的美国议员联名 要给拜登说 呼吁要加访台湾 到台湾来走一趟 一听到拜登如果到台湾来 或是什么样的景象的时候 网络上有一些担心是说 那我们又要付多少钱 这次要买什么 不知道 你看会有这样子的疑虑 也是因为民众的心情是这样 打台湾牌对台湾是加分 还是一种担心呢 将军 对 乌克兰战争我们可以看 它是有一些战术上的成果 尤其在这一次在 北顿涅刺客在渡河的俄军 被中了伏击了 把乌克兰把它摧毁 一次摧毁了73辆个型疼客 换句话它这个战果 是有些战果 但是我们整个看 整个乌克兰战局 我们看宏观面 因为这是单一事件 大家都有这些攻防 看整个宏观面 我认为有三个指标 看乌克兰会不会赢 第一个 看有没有办法收复蛇岛 蛇岛它是450公尺的横宽 不大 它的面积很小 那很容易收复 看看乌克兰可不可以收复 把乌克兰国际插到蛇岛 第二件事情 就是在2月24号之后 俄罗斯所攻占的这些土地 看能不能收复回来 俄罗斯现在攻占的土地 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看会不会收复 你能够把它收复回来再说 不要说把俄罗斯打赢 你这收复不回来 那怎么样去算打赢俄罗斯 这是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就是说 包含乌冬的 鲁干斯克跟顿内斯克 你一定要把它收回来 这个是当初在2014年占领的 还包括克里米亚半岛收回来 这第三个步骤 就是在2014年所丢掉的 你要光复 要光复才可以 你这三个步骤要完成 三个步骤没有完成 怎么说是乌克兰又赢了 然后这三个步骤完成 第四个打进俄罗斯的领土 你要完成这第四个步骤 你这个通通光复了 打过俄罗斯 你才能够逼降俄罗斯 那个传闻说普京病重 是对战士是比较危险 还是因为看起来 是因为这样会赢 但是不是一个更危险的人 现在做更危险的事 我认为这不细于一个人 因为按照俄罗斯的宪法 他有职务代理人 总统有副总统有总理 他有五级账代理人 这不是细于一个人 他今天这个总统有过 将来问你副总统出来了 一样美国也一样 美国拜登总统 贺锦丽副总统 然后这个众议院议员 众议院议长 他有代理人 有这个顺序 那不是光是普林健康 当然普林健康很重要 但是问题是 他的这个组织的架构 组织的体系 他是有这方面的 互相的交替的 那我们看 就是说 哲伦是要动员百万 百万军队 百万军队可不可以形成极战力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动员百万过来了 这可能连长的体力也比较筛 有没有作战经验 没有作战经验 第二个 动员就算动员完毕 能够就位 但是能不能操作武器装备 又是一回事情 现在美国后面 这个原来乌克兰武器打完了 美国所提供的这些装备 可能西方的装备 跟原来乌克兰所使用的装备 截然不同 战术战法也不一样 而且还要训练 能不能形成极战力 又是一个问题 然后能够形成极战力之后 他这形成极战力 武器的熟练度怎么样 那你这武器的操作一回事 战术战法的配套 又是一回事情 这跟指挥又有关系了 这个不是说 要逆转有这么容易 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这是口号 口号很简单 喊口号大家很简单 但是问题是 能不能形成极战力 发挥活力 而且我们知道 俄罗斯这20万 他已经九战杂场 已经打了三个月 他没问题 他这个地方 他已经吃亏也吃了 他也做了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当然大家不有攻防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按照乌克兰的讲法 他现在已经 殲滅俄军两万七千人 两万七千人 如果是按照乌克兰 你打个折的话 叫两万人 但是现在不要 所有人都没有去报 乌克兰的战损 乌克兰战损将近七万人 你怎么没有去讲 因为他是守 因为他死的 不光是军人 他也死的一些老百姓 平民老弱妇孺 还包括现在目前的 亚述钢铁厂 一千多个亚述营的人 还在里面 有没有办法去营救 能够营救成功 表示乌克兰的战术上面 果然是逆转胜 而且这个战术 还有能够渗透逆袭成功 要这个样子 如果没有办法 要请习近平帮忙 来解救亚述营里面的这些伤兵 或者是俘虏出来投降 那你乌克兰的战力 毕竟还是有限 在某些战场上 乌克兰打的是不错 在战术上 我看他的攻防 还有他的对无人机的运用 还有对坦克部队的伏击 还有空中的侦察 还有情报的获得 跟充分的运用 他这方面不错 就像打沉 集成穆斯科号巡洋舰 还有毕可夫号的飞弹巡防舰 他都打得都 这几场我认为打得都不错 但是打得不错是个案 有没有在全盘战面上 我刚才讲了蛇岛 盾内斯科 卢干斯科 整个盾巴斯底 还有克林利亚 这打进去 这个是大的 因为我们看战术之外 是小点 你要看全面的话就是战略 要从战略的角度来看 我补充一下 普丁的健康情况 大家可能不知道 普丁从三月到现在 得了多少种的癌症 我直接算给大家听 在媒体报道上 三月初的时候是大肠癌 四月的时候 甲状腺癌加帕金森症 五月初是胃癌 今天五月中是血癌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台湾的新闻是怎么报道 这是西方媒体的报道 台湾转述 但是就是各种病都得过了 不是更危险吗 如果真的命在旦夕 随时就可能做更危险的事情 教授怎么看 现在乌克兰说 他们要准备逆转胜 甚至年底还有一场大战 要百万大军入伍等等的 但是顿内斯科 驻俄国大使 他讲得很心痛 他说美国花400亿 再花400亿 欧元 欧洲再花个300亿欧元 然后乌克兰要付出的是什么 是100万的人命 到目前为止 美国是战争开打之后 大概提供了400亿 当然有330亿 其实还在国会准备要通过 已经大概有四五十亿 是用军事援助直接的提供 所以我们就算400亿好了 但在战争之前 其实也大概给了将近有200亿 等过从去年拜登上来之后 所以我们讲600亿 600亿多吗 各位 美国在阿富汗你知道花了多少钱 20年 2.26兆美元 光是直接花在军费上面 大概就是8500亿美元 然后帮助阿富汗的军队 大概是850亿到1000亿美元 从前阿富汗也大概有将近2000到3000 而且这还不算各国还提供 差不多几倍于这个数字的 然后整个相关的利息等等加起来 大概是2.26兆美元 用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 只花600亿很便宜 不是吗 对不对 他这个账其实他会算的 而且美国还可以大量的出口 他的页炎油页炎气给欧洲 因为他要求欧洲各国 必须要断掉跟俄罗斯的这个气 讲是断是断了 但没有人真正的在断 都在作弊 都在作秀 因为不可能完全的取代 光是这个费用 如果完全的由美国来的 经由天然气的这些轮进来的 你大概现在电费要涨7倍以上 所以然后美国的武器出售 增加了多少 对不对 他还有一个租借法案 给乌克兰 接下来给乌克兰的这些武器 都不是免费的 所以这些美国的账 他算得很清楚 可是各位 美国现在毕竟面临到严重的通膨 拜登把这个推两个国家 第一个他说 因为公益链的问题 再加上中国大陆的这个 就是封城 所以是中国问题 因为是俄乌战争 造成了这个能源价钱的标涨 所以是俄罗斯的问题 但是许多美国的 基础上也开始 错了 是你拜登去年上来的时候 无限制的大量的印钞 才造成今天成这个CPI 不管是8.3 8.5的 这样子的变化 你升息 起码再多也没有什么用 美国现在面临到 非常严重的内部的经济 拜登那个时候 各位还记得他提了1.2兆的 这个经建计划吗 那是个正确的方向 但是拜登的政府 跟我们现在这个民进党 政府有点像 官僚 官僚 再官僚 那整个效能非常差 所以他整个耗下去 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多少钱 用在就是整个提升 美国的发展 但他现在学到了一招了 我觉得这招蛮利好的 他现在去把俄罗斯的 这个科技人才 吸引到美国来说 你不一定要有 任何公司的保障 你只来跟我申请 你是真正的STEM 科技人才 我就会让你入境到美国 美国就用这种方式的 吸引 对 的确看美国现在自己 拜登是非常的头痛 国内的情况是搞不定的 那么对乌克兰的援助 当然也还在加大力道 但其实是不是真的 乌克兰有机会 那巧新说 其实言论舆论战更厉害 所以他可以让普京 得了各种不同的病 但因为这样 真的有机会就胜利了 其实打仗还是靠实力 所以我觉得现在发展下来 已经变成一个持久战 那我觉得战场上面 可以再后续的去观察 但是对台湾而言 因为我们离战场 十万八千里 所以台湾的大多数的民众 主要都是看的是新闻 所以为什么 我会去整理出来说 普丁他大概在媒体上面 得了多少种的癌症 因为我自己的印象 就这一个月以来 对都听说他得癌症 然后每次好像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无聊人事 我觉得我们发挥查证精神 就发现每半个月都讲 所以他得癌症的部位 还真不一样 那如果他全都有得的话 我看这个命大概已经快要没了 那总之 这个就像我们想到 就是我们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其实也会常出现这种情况 就很多看起来似是而非的消息 但你又没有证据能够驳回他 所以好像变成你只能相信他 那这种算不算是一种认知作战呢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战场上 或者是说在台湾的选举里面 这种认知作战以及他相关的新闻 都是很时常会发生的 对啊 战事一天的推进 当然最惨的就是 不管接下来要推的100万的军民 他们的伤亡 那其实有个最大的赢家 其实印度 最近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跟经济数字来看 他恐怕才是拿最多的大赢家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看印度的状况 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已经突破50万的订阅咯 回馈广大粉丝 感谢季活动开跑了 活动一 抽节目的专属口罩 订阅新闻大白话 并且填写资料 寄送过来就可以了 活动二 观众的许愿池 订阅新闻大白话 并且在指定的贴文底下 留下你的愿望 就有机会美梦成真 别忘了 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赶快订阅起来